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章是显而易见的力量感 第二章是非常藏在背后的一种力量感 是暗潮涌动一般的力量感 第三章是有关于风的 有关于随机发生的一个小的事件的一种力量感 你可以管的叫力量感 你可以管的叫张力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 这种东西它跟画面的构图光线是有关系的 但这种力量感它跟画面的构图光线都是有关系的 但是它也跟这个事物本身呈现的状态有关系 比如说紧绷的腿部肌肉 比如说紧绷的手指头的肌肉 比如说表情 动作 身体姿态等等 比如说我在布拉格拍的有一张照片 是一只鹅 一只天鹅 在我拍它的过程中它就一直来佐我的相机 其中我有一张照片整个画面三分之二 都是被它的嘴巴沾满 都能看到它的那个舌头 它的那个嗓子眼的样子 那么在这一个大的面积的嘴巴之外 你才看到它有一个瞪得很夸张的一只大眼睛 就在离相机非常非常近的位置 和一个僵直的脖子正是伸过来 完全是一个攻击的态势 所以事物本身的动作 它也可以给画面带来这种力量感 那么有人可能想说呢 我们一定要去拍这种很吓人的照片吗 很有力量感的 很有张力的照片吗 不是一定要这么做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的方法 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首先我们这样照片摆在一个 比如说群展 就是很多人一起的摄影展里面 或者是摆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一个什么样的画廊里面 你要让人能有兴趣来看这张照片 所以你一个画面如果是有平淡无奇的 人家眼睛路过你这个画面的时候 它真的就只是路过而已的话 那么如果观众他都没有兴致去 继续揣摩你的照片里面的内容的话 那么你这样照片再好也没有用 你认为它再好也没有用 所以力量感的很多时候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还有别的方法 比如说怪异矛盾等等其他的一些方法来吸引眼球 这只是方法之一 好 那么有了力量感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参与感 就是说观众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需要能够参与到画面中去 他需要能够 就是变成画面中的人物中的一员 他需要像是观看一个3D影片一样 他要感觉他就在现场 那但是我们是平面摄影啊 平面摄影它怎么样能有参与感的 三个绝招给大家 一个呢是光角镜头 至少是偏广角 比如35毫米的定焦镜头 现在有很多即时摄影的人呢是喜欢用28毫米的 甚至有用21毫米的 有用24毫米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广角镜头拍摄时呢 第一来呢是近代元效效果比较明显 它力量感会天生的久具有 第二来呢是我们拍的时候会距离非常近 我不是站得远远远的用广角的那种感觉 而是站得非常近的去用广角的 所以太能做到第二个要点叫近距离 这样的话我们就参与感 我们像就在对方眼跟前的样子 而不是在街对面偷拍他的样子 而第三个要点呢是前景的运用 一定要具有明显的前景 广角镜头或者是准广角镜头 这是35毫米镜头 非常近的距离 0.7米对焦 并且运用大量的前景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感觉你就在现场 你是这个殊死搏斗中的艺人 是真正的参与着 那当然这些画面呢 都依然还是具有力量感的 尤其是之前我给大家也提到一个问题 你的对焦的物体呢 是在稍远的地方的 同时呢有一个特别大的物体 出现在镜头特别近的地方 而且是模糊的 这代表着一种力量感 因为观众会感觉到 这个拳头是突然出现在画面前方的 它突然到甚至我们没有 没有这个机会去对它进行对焦 还有景别变化 我们在拍摄时呢 有特写 有这个中景 也有全景 是吧 这个过程有可能是你换镜头达到的 换焦距达到的 有可能是你更改 你自己的拍摄距离达到的 但不管怎么样呢 不要一直只拍半身相 不要一直拍特写 或者是一直只拍全景 我之前反复提到过这个问题 女士呢 非常喜欢拍特写 但男士呢 非常喜欢拍全景 但这其实可能都是不对的 他们之间要结合起来才可以 我们还有一些办法能让画面变得 这个故事变得更丰满一些 比如说意外 就是新鲜感 这个意外呢 它可能会指构图上的意外 为什么会这么构图 好奇怪的是吧 整个出现在画面的底部 然后他正在看什么呢 我们又不交代清楚 那这是构图上的一种意外 当然这也结合了他的这个表情上的一种意外感 还有就是事件上的意外 事件上的意外 这个事情怎么会突然发生的 这个小孩在这玩水 怎么会被水刺到脸上呢 他怎么会带一个这个 头盔 全盔来玩水呢 这都是意外的地方 还有就是逻辑上的意外 这一个美女 她怎么能做出这么丑的姿势呢 这也是一种意外 你有很多方法来制造意外 我们不喜欢循规蹈矩 就像那些你们认为的烂电影 从一开幕 你就知道什么 它的结局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烂电影 对吧 这其实摄影是一样的 我们不喜欢循规蹈矩 我们不是在刻意的去 这个刻意求怪 但是我们确实不喜欢循规蹈矩 接下来我们还可以设置悬念 这个悬念呢 有这种方法 一来是从他的这个表情上 人物表情上来给予悬念 这个小男孩到底看到了什么呢 这一组照片 其实我在小男孩后面 排列的一张照片呢 是一个裸体的女士 躺在地上 当然他不是真人 是一个模特 但是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真人 周围乱七八糟的 有很多商品 摆在地上 二手的集市嘛 在那销售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裸体的女士的 这个模特 倒在地上 在躺在那个地方 非常不雅 那这个小男孩 实际上再看那个模特 其实不是的 但是我们把它拼搅在一起以后 就设置了悬念 引起我们想观看下一张照片 这样的话呢 你一本画册 比如说五张照片 看一张就想看下一张 看了一张想看下一张 他始终有悬念 始终想知道这个情节 是如何发展的 而且下一个画面中 他可能又给你一些意外 前面设了悬念 后面来点意外 是吧 你想想这个情节 它就变成跌宕起伏了 这是一种通过表情 来表达的悬念 这是一种通过剪影 来表达的悬念 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人正在路过那里 这个鸽子 它是什么一个状态 跟这个人之间 什么样的关系 它是这样来设置悬念的 还包括我们的剪影 我人物脸部是黑的 别的地方都还挺亮堂的 就是人物是黑的 那么这是什么人 在哪干什么 这是设置这种悬念 如果这样的单张照片放出来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不知道这个摄影师 想表达什么 这是什么环境 但是它毕竟是组照 所以在组照过程中 你有几张藏着椰子的照片 并不影响它整体的表达 是可以去设置悬念的 还有关于幽默的问题 那幽默感这个东西 怎么说还是看人 就看看你自己 有的人他能观察到幽默感 有的人就观察不到 比如这个画面 它简直就是没有头的两个人物 而且还连在一起 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一个画面 它也是一种幽默感 如果你们不懂得 什么叫幽默感的话 去看看桌背里的墨片 看那些画面都是幽默感 它是生活中观察到的 一些东西的夸张的一种表现 那种画面在生活中 很多时候还是会出现的 只是看你有没有 把它给捕捉下来 这也是一种幽默感 它是一种 可能跟我们国人理解的 这种幽默感 还不是特别的一样 它更倾向于这种 西方的一种幽默感 它不是那么的单纯和直白 它可能会跟它的社会背景的 或一定的关系 那包括这一个熊和人 一起看一张报纸的幽默感 实际上这个人看的可能是 动物园地图 他手上拿到的是一个 这个胶片的摄像机 看上去是一个有钱人 另外呢 矛盾也是一个关键点 这个麻木的人和 这个达力的情绪 它中间是完全对立 是一种对立和矛盾 还有就是委婉 我想拍这个人的时候 我能不能不拍一个人 我拍他做的食物 就是那个印度 那个咖喱饼的时候 做咖喱饼的时候 它那个食材 其实就是 那黄色的是咖喱 然后这些水果 辣椒 干果 它就是堆在那个上面的 像咱们熟悉的 新疆的切糕差不多 然后你给它钱以后 它给你做这个饼的时候呢 它就会从上面切一块下来 然后就放到那个铁板上 翻来覆去的炒 炒热乎了以后呢 它就把它捲在饼里面 就递给你了 然后你就吃 所以这是一个 做印度咖喱的卷饼的人 但是我们可以 不一定要直接的去描述它 有的画面呢 你直接描述不好看的 比如说 就你如果想说 青海湖的这个污染问题 圣湖的污染问题 那你会发现 这个你直接去拍垃圾 肯定是非常 非常怎么说呢 非常幼稚的一种手段 你要表达这个事的时候 可以更委婉一些 比如说我们拍的是 这些游渍 游渍从哪来的呢 是那些号称 口口声声 号称热爱自然的人 骑单车 在青海湖 环湖骑行的过程中 因为那个 单车很脏 所以就是用 就直接把单车 推到这个湖边 用圣湖的水系单车 然后那些这个 叫什么这个 润滑油啊 等等这些油污呢 就到圣湖里面 那这薄薄一层这个油 就可以注意 让这个水面底下的生物 缺氧而死 因为那个油 可以非常非常薄的 浮在水面上 所以这是一个 特别讨厌的事情 但是我们在描述它的时候 那要稍微的委婉一点 那加上远处 还有一个绿色的玻璃瓶 放大以后能看到 那是一个酒瓶子 那我们在描述一个人的时候 也同样 我们可以不描述那个人 我们描述他的影子 来进而描述他的动作 你可以换一个视角 来拍摄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委婉 我们不见得要直接描述他 中国人都说自己是一个 委婉的含蓄的民族 但是事实上 在拍照这方面 我看是过于粗暴了 除了直接讲 就是直接讲 是吧 根本就没有 连一点转弯的脑筋 都不愿意去动 所以最后拍摄照片 那就过于简单粗暴 隐喻 隐喻就是说 你想表达什么事情的时候 可以用别的事物 来代指 来介遇 来隐藏在里面 比如说这个画面 看似描述的是一堆 骷髅头 但实际上描述的是 生与死的一个问题 对吧 包括这一个动物死了以后 还有人往他的眼睛 那个位置塞了一个石子 这样的话 他就看上是有眼睛的 正在看着镜头一样 它是一种 关于生与死的思考的隐喻 刚才那个 骷髅头的背面 是一个高高的寺院的院墙 那么这个画面 是 我当时是想用它来表达 这个叫 末法时代 就是有一个经文 叫做《佛说法灭尽经》 他描述的是 就是 末法时代的一个状况 什么叫末法时代呢 大概就说 这个僧人越来越少 佛像 这个被摧毁 被毁坏 然后呢 这个普通老百姓呢 也越来越 不愿意去帮助他人 经常去毁谤僧人 毁谤佛法 也不再修建寺院 女众呢 信佛法的人 反而比男众 变得更多 男子呢 讲话就乱七八糟 然后看到僧人呢 看到佛经呢 如是粪土啊 而且对佛法 已经丧失信心 等等等等的 他讲了很多啊 描述的非常的详尽 那么这个情况呢 就是非常符合 现在的一个 这个世界的一个相貌 所以呢 我拍的时候呢 就用了一个 三分之二的面积来描述 这个 这个山体 以及已经被荒废的 一个寺院的残墙 那么你们看到 那个方向呢 是日落的 最后一缕这个光线 因为它正好卡在了 两堵残墙之间的位置 我又用了小光圈 所以有非常明显的 一个光芒 也就是说 这个太阳光啊 虽然很温暖 但是迟早也是要落下去的 对吧 不过呢 这个画面里面呢 除了它有一个 压迫感以外 它可能又含有一种 一种希望的感觉在里面 它有一个光斑 所以它投影在 最暗的一个地方 那么太阳 现在虽然落下去了 但迟早还会再升起来 你可以去往里去 去用图片 试着去表达 你的复杂的思想 不过有人看得懂 有人看不懂 这个我之前也说过啊 倒是没什么关系 你尽量的 让更多人看懂 但是你不能去奢求 所有人都能读懂你的照片 有的时候 我们办一场展览 几千人观看 有几个人能看懂 其中几副 你就已经是非常感激了 对吧 这就是缘分的 那我们这一张照片 也是一个隐喻 当时我也跟他讲过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说了 接下来下一个技巧 共情 什么叫共情呢 共情是指一种 体验别人内心世界的能力 它也被称作这个同理心 原本是一个心理学里面 比较常用的一个词汇 主要是心理自行师 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在听别人去清楚他的遭遇 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 来产生一种共情 所以这算是一种沟通技巧 但是我把它引用到摄影里面来 主要是想告诉大家 摄影师 你在拍摄你的背摄对象的时候 你跟你的背摄对象之间 它得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它得有共情关系 那么你可以想象我说的 这不是一种同情性 不仅仅是一种同情性 你在拍摄他的时候 你要是要真的去理解他的生活 他的精神状态 这个孩子他不只是可怜 而且不应该只被别人认为可怜 当他得到新衣服的时候 他笑得非常开心 这种天真的样子 虽然他有一个设臂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可能对生活的描述 不只是用一个可怜两个字来描述的 你还要看得到他的坚毅 看他确实现在就是开心的 对吧 这是一个盲人 然后呢 还没有双臂 现在再用嘴巴去 感知这个盲文的书籍 等等等等 所以就说呢 我们在拍的时候 不能犯我们老犯的那个错误 就是去猜测对方的生活 你跟他明明就是很大的隔阂 你根本就不理解他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你就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猜测 去粗暴的理解他的生活状态 并且加以描述 所以你拍摄出来的照片呢 就不足以感人 为什么 因为过于片面化 别人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 过于片面化 他不是真实的一个描述 他不是对生活的一个真实描述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摄影师呢 对你的被受对象之间 他有同理性 而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的这个照片照出来以后 他的呈现形式 最好呢 能让你的观众 照片观众 也能产生一定的同理性 他能理解到画面中这个人物 他能理解到摄影师的这个想法 因为摄影师毕竟在中间 起到了一个桥梁作用 他让观众也能理解 他们当时的一个心理状态 这是比较好的一种结果 最后呢 就是照片编排非常重要 最后给大家再展示 这几张我当时说的啊 完全是不同天 在不同位置拍摄的画面 最后拼接在一起 大鸟飞过来 飞向十字架 十字架下面有小企鹅 企鹅被吃掉 家人在守候 大鸟飞走了 留下羽毛 一直到站了很久之后 企鹅依然离开 然后呢 走向暴风雪中 回到队伍中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简介的案例 你可以发现这些照片呢 它散落在我在南极拍摄的 几万张照片之中 那你在翻阅这些照片的时候 要非常敏锐地去发现 他们之间的某种潜在的联系 想方设法地 把它们呢 放到一块来 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 好吧 那但是我们其实也可以用单张照片来讲述故事的 这个呢 不是完全的不可能 我们毕竟也有新闻和即时摄影比赛里面的 丹佛的作品的奖项 而这是2016年合赛生活的丹佛一顿奖 是中国的煤炭依赖 那下面这个人呢 是打着煤炭的回家过冬 那后边呢 好像就是这个发电厂呢 正在使劲冒着烟 那摄像照片说实话 它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呢 它还挺能说明问题 它除了描述这个烟囱和工厂以外 它还是描述了老百姓的生活 说明大家还是需要这个东西的 那这是Kevin 一个老外拍摄的中国的煤炭依赖 丹佛一顿奖 2016年合赛的生活的丹佛二顿奖 是拍摄的这个亚马逊的一个部落 他们的这个生活 很有意思 他爬到这个红树林的这个树的顶端 然后在小孩子们都跳下来 所以是用了一个非常大的前景构图 人物和脑上做前景构图 对生活状态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是2016年合赛的当代热点类 丹佛的二人奖 被遗忘的苏丹 他讲述的是一个孩子的这个病的情况 那么这些照片 你可以想象 他虽然现在拿出来是丹佛的奖项 但是呢 摄影师绝对不只拍一张照片 他应该拍的是一系列的组照 在这个组照里面 他挑出了最具代表性的几张来参赛 那么获得了丹佛的奖项 这是2016年合赛 当代热点来丹佛三等奖 反对暴力执法的游行 反对暴力执法的游行 我同老百姓正在 非常近距离的直接对视警察 这个画面就是一张典型的 有一个暗潮涌动的力量感的一张画面 这个警察的臂章 胸口的徽章都是清晰可见 而且呢 两个人的表情都非常的严肃 移除激发的这种冲突的这种状态 两个人都有一定的轮廓光 接下来是2016年合赛突发行为的单浮一等奖 盼望新生 盼望新生 你可以看到这是难民 难民呢 他等于是突破这个铁丝网的封锁 然后呢 这个进到另外一个国度 他一方面呢 是新生儿正在帝国这个铁丝网 另一方面呢 是他们盼望新的生活 这明显是一个非常晚的时候拍摄的画面 远处有城市的灯光 整个这个感光度 用的是极高的一个一个状态 2016年合赛突发行为的单浮二等奖 是巴黎游行反对恐怖主义 巴黎游行反对恐怖主义 都站到雕塑的上面去了 那么这些呢 是单浮的新闻拓迹时类的照片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极具概括性 他对整个事件是极具概括性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用主照来讲述故事 别人是什么讲述的 一个是复发大会 凯文加拿大拍摄的 那么他拍摄的是藏区的情况 这是在这个成都 附近 有一个地方呢 是叫做色达 色达呢 那里有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藏传佛学院 五名佛学院和这个中间是那个学院 旁边很多小棚子 就是那个僧人居住的棚子 那这是一个用这个广角镜头描述的一个全景画面 描述了整个这个山谷的一个状况 那么接下来呢 景别发生变化 是吧 而且呢 明确的主角 他的这个表情呢 也非常的有力量感 包括他们的生活状态 性众的状态 就除了僧人以外 性众状态 这里也用了大量的前景 你看前面三个大的人物都是前景 只有那个老太太 他才是真正的主角 他的姿势是如同雕塑一般的完美的一个姿态 那还有孩子 从这你就可以看到这组照片的这个题材多样性 他一直在拍不同的东西 他没有把镜头一直照向同一种东西的拍摄 而且呢 刚好那孩子上脸上还有一束光打过来 只打亮了那个孩子 这是在晚上的一个情况 他就他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 对这一个法会的方方面面 都进行了一个细致入微的一个描述 让我们身临其境 感觉到就在现场一样 这是另一位塞内加尔的烧交手 瑞胜拍摄的Christian 那他拍摄的这个是 武士尔学和赛的运动类组图二人奖 运动类组图二人奖 你可以看看车交手的生活 什么牛奶往头上倒了 然后抱着人走了 都是些非常有趣的一些画面 一来是有新鲜感 因为我们没有见过 第二来呢 他确实也是非常有力量感的一些画面 视角也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色彩呢 也非常有特点 人物的生态 捕捉得非常到位 他们的莫名其妙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习俗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如身上绑了那么多的 不知道是石头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小块块 身上绑了很多 那个肌肉非常的发达 同时呢 手里还拿着一个和平哥 吐着指甲油 防守扩物 都在这个赛场中央 观众的一个情况 这是用长条镜头拍摄的摔跤过程中的 这个沙子被推踢下来的情况 这是一个逆光摄影 所以你看他还是在运用大量的 我们原来学过的那一些摄影技巧 包括这个色温变化 用色温变化凸显主体 他还是用了那些技巧 只不过这些技巧都是综合来呈现的 并不是简单的直白的单一呈现的 当你把所有的这个技巧都融合贯通以后 在考虑上我们今天说过的那些 什么力量感的新鲜感的 这些东西全部都考进进来以后 那么你才能拍出一张 或者一组优秀的即时摄影的作品 所以即时摄影的 它确实是这个整个摄影里面 难度很大的一种摄影的门类 但是它确实也是最有意义 最有趣的一种门类 我之前在跟其他的摄影师聊天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摄影师 他在听我讲到这个观点以后 看我展示了一些人文记事类的照片以后 他突然就发出一个感叹 他说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很多风光摄影师真正玩得好的 他拍着拍着拍着就去搞即时摄影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的东西它就那么多 拍起来其实再美也就只有那么多 再美也超不过我们自然界的美感 但是即时摄影它充满着随机混乱 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 所以你拍起来的一来是新鲜感很足 题材多样化 另一来呢 它跟我们生活会更紧密的贴切一些 你对社会 对国家 对人类的这个文化进程 都可能是有贡献的 贡献会更大一些 我不是说风光摄影没有意义 没种摄影的 因为它独特的一个价值 但是即时摄影的 它可能社会价值会更大一些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